来看一看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为宁夏相声争口气 为什么非得要为宁夏相声争口气呢 我们俩呢 是打宁夏来的 我们这个单位叫银川宴家班相声会馆 14年在那儿开始成立 每周二到周日晚上 一周是六场 很难想象银川有一个地方 每天能看到节目啊 很难想象 你是宁夏人吗 我不是 不光我不是 他也不是 你们俩都不是 咱俩干什么去 银川是我们俩相声开始的地方 我们最一开始在那儿坐 跟着我们师父坐 坐相声 园子 不成功 以此年我接手过来 慢慢慢慢往起走 当时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是要离开银川的 但是我在那儿开始了 我不想坐到一半我走了 我希望在这儿走下去 扎根 对 好 你刚刚说最开始不成功 后来坐了多久 慢慢就开始坐起来了 我们接手14年 艳家班成立 到现在五年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体的 这个发展这个状态啊 还挺健康的 我们这儿的演员啊 大家伙 心啊都在这儿标着 都是我这种心态 不是说来我们这儿 演艺场要挣多少钱 都不是 很多是自己培养的演员 然后我们一直是坚持 不断地坚持 从小剧场演出 开始慢慢有了 政府的一些演出 也跟着去做 一些商业性的活动 也在参加 然后呢还教教小孩 然后慢慢慢慢地 你不能光指着卖票 那确实是不够 所有这些都加起来 大家每天都在做着 这样的一个事情 最后你发现 哎 把我们养住了 养住了 很难得 人家赔了好几百万 我们没赔 正格的 多伟老师啊 刚刚他们说到这个 在宁夏摄像上 多伟老师 有没有到宁夏演出过 去过 前年春节我还去过一次 我就发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啊 就包括像银川 这样的地方 他对相声那种痴迷啊 那种热爱 观众那种喜欢 不亚于我们天津 北京这一带 所以我每次到银川 我也看一看 那样的演出 我也觉得特别亲切 尤其是很多方言 很多银川的方言的相声 很多有些地域文化的相声 也特别能够打动过 最难得就他们有一颗坚守之心 其实小银川挣钱挺难的 靠他仰价糊口 我知道真的挺难的 我们还行 还行 但是我有一个小建议 为宁夏相声争口气 可能是我们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短期计划 我觉得其实五倍啊 更应该是 为我们的相声争口气 好 这个是更大的一顶 祝愿和期待 非常感谢二位 在宁夏 为我们的相声艺术 做出的贡献啊 希望二位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取得好成绩 为我们的宁夏相声 为我们的相声争光添彩啊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